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來第二節的電影有讀今天講 《獸頭救兵》 要講回《獸頭救兵》 很大程度因為之前有一套炸雞特工隊 有特工隊,然後又有救兵 所以你發覺香港的改名其實都有一手 因為我多時會留意中港台怎樣改名 台灣改了一個,不可以說它不適合 但我覺得最好似沒什麼貼心的感覺 超人氣動物園 但它是用一個引號引著人意 就是有意思的 但感覺始終不夠我們四個字就到了 好了,再講回這個 《倫國》 它的譯法就厲害了 叫做《不會傷害你》 表面上就是為什麼有名字 如果不看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原來因為漢文本身 或者韓文的名字 其實就是 我能夠譯到就是《不傷害》 我不敢譯到它那麼長 因為《不會傷害》和《不要傷害》 好像有一點分別 正常有分別 對,就是《我不會傷害你》 和《不要傷害我》 其實角色不同了 我不敢肯定是誰 但因為它的原著漫畫 這位是阿匡 作者的名字 它的畫風其實就是這一種 大家看起來都覺得很日式 那種 都知道的了 可能現在說 韓國看漫畫的發展 其實都有日本的風格 但我們看到 裡面它說的動物造型 又真的有 正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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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辦大便象 他 沒有辦大便象 人爆大便象 有什麼畫畫?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 他的畫畫都沒有大便象 但有出場頸鹿 有樹紅 又有紅 沒有聲聲 還有它扮紅貓 那裡 那你看到其實 原著 因為我們真的找不到 再多些資料 因為沒有韓文那個 也找不到 不知道它跟原著的故事有多遠 因為你見過主角 這個就比較年輕一點 我們現在看到電影的律師 也有一段距離 我相信應該會有 三個月 這個其實是一個漫畫的改編 所以你說它的故事 可能感覺上 真的好像天馬行空 誇張 大家會經常覺得 怎麼可能騙到人 動物園沒有真動物 找人扮 這個就是這套戲的大條 漫畫應該扮多方面的動物 其實它應該扮多一點 因為可能 漫畫可能有多一點的蝙蝠 講多些發展的東西 所以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找到來看 可能不知道多一點 但是你發覺這套戲 本身來說 它不是完全無厘頭作 因為原來在事實上 都找過一些資料 現實世界是發生過的 有一個就是在農國 有一個動物園 有一隻聲色被人發覺 它的行為有點奇怪 是人扮的 對 最後發現是人扮之後 動物園接著就承認 這個其實是一個節目 當然這麼說 對 四川動物園也有發現 熊貓是人扮 但原來這件事在日本 都出現過 假裝老虎和獅子 不過 別人就是一個program 因為它是一個演習 假設有動物如果走失了之後 用什麼方法去追它 對 它不是刻意扮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造型 整個跳跳褲 一看就知道 完全是吉祥蜜 但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有點不奇怪 只不過我們沒有人報導 可能真的有一個動物園 有些東西擺都不奇怪 我覺得這些特別在鄰國的時候 你都不 首先有件事大家要了解 做一個動物園 要建一個動物園 或者要經驗動物園的成本 很高 還有很多其他法律 各樣的訴求的事情 你都這麼容易做 找幾個人辦 就是簡單怪之 其實我想 有些可能不用找人辦 甚至乎可能整個道具標本 因為你知道 找人有空移動一下就可以了 那些 我想機會更大 因為人工都省了 人工都省了 另外有一宗 我發覺在網上找回來的時候 看看是否有big food 這宗我相信 都應該是比較早期 玩這條條的人 但至今還未說被人拆穿 是否 因為現在無法證實 就是1967年的大腳事件 有人拍了一段片 在美國的一個樹林裡 看到這個 剛剛走過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 看回鏡頭 但當時的片 真的向前走走走突然回望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知道有人拍它 因為當時那個拍的人 他都沒有大肆張揚 只不過看到一隻東西 然後就拍 劇場需要突然 為何會突然轉過來 給你一個鏡頭 給你看看 有些人研究 他的姿態 其實他說 如果是人員類的腳 其實動作跟人是不同的 然後覺得 這個真的有幾人腳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這個好像很 很瀟灑 那樣 是啊 當時你見到他摔摔摔摔 應該是彎身 然後就這樣轉過來 看一看他的頭 但這條片很短 也找不到這隻人員 所以也無從稽考 究竟是否完全真實 所以大家見到 FBI也有調查這件事 在六七年到七十年代 都不斷地研究這些東西 但如果這個是人辦的話 那他就已經正正在 我們今次的電影的橋段 但他眼這個位置很離奇 突然發了東西 但那個是什麼 其實以前那些八米來的 他拍 那時候拍的 其實你怎麼都沒有持家 還有那些八米來做 還有他好像拍到上一段 就不夠電影就沒有了 就是不可以繼續拍 所以只有很短的片 所以真的無從稽考 但是因為有些人 當然會相信是真的 但也有些人質疑是假的 所以我們說如果這個 真是人辦的話 就正正電影橋段 那樣 但可能不得不說這套片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其實也是一件真實發生過的事件 在1993年的一個廣告裏面 這位置是傳到戲中最好看的 是的 這個也可以說他幾全神的一個位置 就是用這個模擬了一件事 然後變成一個吸引 因為他現在說的電影 就是因為大家可以用手機 可以放上網 變成了一個好像製造明星的感覺 因為當年可樂就是想到 就是北極狂飲可樂 飲可樂就是吸引人 當時其實都是用效果做的 那時候很受歡迎 就是聖誕的時候播 對呀 很有聖誕氣氛 還有一個系列 還有一個企業 還有北極的企業 總之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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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因為很多人其實儲存他這些相關的 有這個標誌的產品 但在這個瘦頭狗兵這一段 我覺得有些東西暗示出來 說那些人其實是 不是喜歡看真的動物 是喜歡看那些動物的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 做些不合理的東西 做些不合理的東西 你沒看過熊貓上單車 就是 那些是真的可以訓練的 但是 那你等於 就是 開可樂都可以訓練 就是 我覺得那些人其實是知道的 問題是知道 但是 因為現在 就是現在那個 拍手機上網那個潮流 就是那個 那個 風 變成 喂 這個特別的東西 我不理真還是假 就是不理真假 多人喜歡 那已經是覺得OK 就是覺得過癮 不要理真假 總之就跟著 鬥快放上去 其實去暗地裡諷刺 那些人不理真假 總之有人喜歡 我就覺得開心 其實這套片 我想很大程度 就是因為 就是探討真和假的問題 就是有真實的 大家可能不看 寧願看人辦的東西 因為現在 看到很多時候 很多我們希望 動物做一些人的東西 我們覺得 很開心 很有趣 拍下牠 然後分享 你嘗試一隻狗 做一隻狗行事的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 那我做什麼 沒有人牌 對 做一隻貓 睡覺的樣子 你都不會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 它說 笑大家 很大 還有我覺得 那我試過一些的了 我覺得這段 他不懂得收 一定 開頭一支 然後整箱 愈來愈多 他收了多少錢 對 這個暗示 但是 如果說這個 我當然記得 最有名的就是 《Letro Boy Kill》裡面 有一幕就念了這個廣告 你可以說 當年 這個廣告 那個是否是 它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力很大 那一節也是特別 我想到 有十幾秒 那一節 我想補充一番 就是 Viu哥剛才所說的 就是 現在的人 寧願相信假的東西 都不信真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生活 我寧願那件事是假的 就是我寧願 看得開心就算了 還有我寧願這個武漢肺炎是假的 就是我寧願是假 相信它是假的 我都不想它變成真 是 很多東西都是的 可能我們現在發覺 越來越 覺得現實不現實 不是現實 應該這樣 就因為我們希望它是假 所以你說 為什麼我們看見 其實那群群眾 我也很有趣 對的 因為大家其實你發覺 他套戲裡面 經常說那些動物園的遊客 好像其實是很平面的 一班不知道什麼的報警版 經常過來 但發覺他不是很想 去想這班人的事情 不是 但他後來 他的老闆去找他 看有沒有動物園 其實他拍到那群眾 是大家的目的來動物園 就是看熊飲可樂 但他說的那班 其實好像不是真的人 我覺得好像有時候我們看電影大片 但我又要記住 他現在比我日韓 即是北極熊的可樂 是這個動物園的金牌節目 這件事就是變成那個活動 變成大家有時 就算要假造到一個好像真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 那不要緊 總之我的目的就是你 總之是你拍這個 其他東西我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好像沒有什麼去評價也好 批判也好 因為其實裡面 你看看那些遊客 很奇怪的 譬如他們有些行李 即是抽離 是的 如果他要再說一下遊客的角度看 或者是什麼 這部電影三個小時都不夠時間 都不夠時間 他可能會很散 但因為我覺得很大的項目 就是你發覺遊客那個 我不知道韓國人是否真的這樣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訂東西 其實我有一點點奇怪 是 是 因為真的我自己都去過 我跟韓國人做過 做過 合作過 我知道完全是 因為我自己都很 會訂 嘩 真是厲害了 他們 可能這個是文化 所以就習以為上了 因為我自己經常去一些 很喜歡去外國的動物園 其實很無聊地走整天 動物園來遠浪時間 但真的未見過這麼瘋 那你未去過大陸動物園 以前小時候去過 就是輪郭那些 就是這樣 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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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人咬都還要說別人 我告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因為真的 一個文化很特別的地方 你發覺他們很正常 訂東西訂得很自然 韓國人是很凶狠的民族 即是男性 他們比較 比較 比較剛烈的 因為他們有復軍役 當你生活在一個地方 即是你的首都距離這個 即是有另一個 就等於我們現在去深圳 你每天都在這樣緊張狀態 即是對 其實我第一次去韓國 其實早上年 即去到當地 其實覺得那個氣氛 即是很奇怪 即是變得好像 好像處於一個緊張 即是因為你距離那裏 你處於深圳的狀態 他都不是第一次說要遷刀 他們之前也有說過遷刀 但後來都好像不知 沒有動 但其實你會覺得 要長期一個 這麼緊張的狀態 一定會這樣 所以看到這個 有時看韓片 為何覺得感覺上 有點不同地方 就是一個文化 即是 又有它的特色 在裡面 即是韓國的特色 這些 因為我看那部分 在韓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 我喜歡的 我再不是在首爾 即是它搬到其他地方 其實近年來 韓國電影很多時候 都是有這些 即是地方 即可能它是另一些地方 因為那些地方有贊助 最重要 其實有幾個姿態 第一個就是韓國政府 就是 當地地方政府想有旅遊 其實現在它不僅僅是電影 即是電影 即是劇都會 不是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那些K-POP那些 藝術當兵 他們公佈了那些 即是在哪裏地方 在哪裏地方住手 那時候就沒有很多人 很聰明 即是 即是 其實現在你想想 以前我們 譬如這樣我們知道 即是旅遊 以前知道首爾虎山 這兩個城市 即是地方 現在幾多城市 我們都知道 為何會知道 因為他們當兵就去那裏 大家就去那裏 希望遇到他 或者探望他 或者見他 休假的時候 找到哪裏 其實就是一個 電影都是在不同地方 他拍攝的地方 特別好些 黑豹也是虎山 是 那裏很小錢 即是你想想 他其實是在用這個 招攬那個內容影 即是或者是互相 都會有利 起碼一樣東西就是互利 他現在因為韓國電影 他一定在賣 賦奉的地方 一定是賣 侵奉世界奉 他不是可以有這些 旅遊 一定是這樣 所以宣傳 開來 咦 我們第二節差不多了 不如我們接下來第三節 說下有什麼 跟這套獸頭狗兵入關 好嗎 OK